一位身着普林斯顿大学校服的年轻人正在弹琴 琴声悦耳动听 一曲奏罢 周围人纷纷鼓掌欢呼 宴会的主任老赫也注意到了 弹琴的年轻人瑞普利 他发现瑞普利身上 穿着和儿子迪克一样的小服 看来这两人是校友 说不定还认识 老赫急忙上前寻瑞普利是否认识迪克 瑞普利没有否定这个问题 老赫像是看到希望一样 和瑞普利攀谈起来 儿子迪克沉迷绝世约 几年前为了追求所爱 和女友去了爵士乐王国意大利 从此人凭老父亲怎么呼唤 也不回家 老赫请求瑞普利 去意大利帮他劝迪克回家 为此他愿意支付一千美金 瑞普利称 他也想去意大利旅行一番 便答应了老赫 瑞普利答应去意大利 根本不是为了旅行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 日常靠在酒店里做服务生 或在剧院里弹琴维持升级 今天能来这场宴会 是原定的钢琴手小林受伤了 他这才有机会 穿上小林的衣服 替小林演奏 他根本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也不认识迪克 答应老赫 纯粹是为了那一千美元 出发前 瑞普利按照迪克的爱好 对自己进行了训练 从一个小白 迅速成为爵士音乐的狂热爱好者 然后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 尽量打扮得像一个有钱人 出发去意大利 父亲老赫为了让迪克早点回家 也算杀费苦心 不但派转车接瑞普利 就连给瑞普利订的船票 都是头等舱 这是瑞普利第一次享受有钱人的待遇 瑞普利刚刚抵达意大利 就遇到一个主动找到搭讪的美女小梅 瑞普利却突然头脑发热 谎称自己是迪克 小梅一听 眼前这个奇毛不扬的小子 竟然是贵族子弟 开心地和他叛谈起来 凉凉得很投机 直到走出车站 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瑞普利的经历 并没有被小梅分散 他立刻开始自己的主线任务 劝迪克回家 瑞普利乘坐打巴 辗转几个地方 终于根据老贺留下的地址和照片 在处沙滩上找到了迪克 此时迪克正和牛玛丽 在沙滩上玩闹 瑞普利并没有着急上前 而是躲在一边观察起来 毕竟他认识迪克 迪克可不认识他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结构接近迪克 很快瑞普利就有了主意 他穿梭在人群中 假装偶遇迪克 依孝偶的身份 坦然自若地上前打招呼 谎称自己来意大利旅行 没想到还能偶遇同学 真是原本 异国他乡偶遇校友 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了 迪克虽然不认识瑞普利 也热情地同他寒暄起来 还邀请瑞普利攻进午餐 瑞普利见第一个目的打道 就顺势离开 做足了一副偶遇的样子 瑞普利刚离开沙滩 又在街上看到迪克 此时迪克和一个叫小桑的女人拉拉扯扯 看来小桑是迪克的地下女友 瑞普利没有出生 躲在角落离木松两人离去 中午时 瑞普利应约和迪克吃饭 看到迪克和女友玛丽正纹的望卧 这个迪克真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瑞普利并没有拆穿他 迪克对打扰自己好事的瑞普利 也没有多少好感 一种吩咐适舍的语气 命令瑞普利调一杯酒 瑞普利很不爽迪克的态度 但人在屋檐下 他的嘴唇动了动 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 玛丽简壮将调酒的活 拦到自己身上 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迪克漫不经心地问瑞普利有什么才能 瑞普利表示 自己会模仿他人签字 说话 能瞒天过海 骗过所有人 还现场模仿起了迪克的父亲老何 那音调那神态 简直和老何一模一样 迪克惊喜不意 拉着瑞普利问东文西 瑞普利也趁机表示 自己来意大利不是为了旅行 而是受老何雇佣来劝迪克回家的 提到回家 迪克就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了当地告诉瑞普利 自己不可能回去 瑞普利又劝了几次 欺得迪克将瑞普利也赶走了 瑞普利见迪克始终不为所动 便和迪克告别回家 而瑞普利就这样 放弃一下美元了吗 当然不会 两人正聊着 瑞普利手中的袋子 突然散落异地 迪克一看 全是爵士乐场片 每一张都是自己的挚爱 瑞普利表示 他超爱爵士乐 迪克现状彻底兴奋起来 极力邀请瑞普利 陪自己去纳布勒斯 参加爵士乐聚会 殊不知这一切 都在瑞普利的计划之中 在纳布勒斯 瑞普利第一次感受到了 纸醉机密的贵族生活 这也是他第一次 被重心捧月般的 危在人群中心 从局促到西安里德的 享受这一切 瑞普利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 他喜欢并迷恋这种生活 为此他做起了迪克 和其父老赫的双重间谍 迪克对这个酷爱爵士乐的 新朋友也很满意 他配合的写信告诉老赫说 他将和瑞普利 在意大利游玩一段时间 再返回纽约 未来儿子早点回家 老赫不但给了迪克大笔资金 还给了瑞普利不菲的报酬 为了更好的骗老爸的钱 迪克邀请瑞普利同主 有了老赫的资金支持 瑞普利 迪克 还有迪克的女友玛丽 虽然迎来了一段 幸福又甜蜜的时光 他们一起坐游艇出海 在海风里随波漂流 寻找下一个乐园 或是在街边满步 嬉笑打闹 骑着摩托 再远离人群的地方兜风 举办音乐会 一天晚上 瑞普利拿出一本 莎士比亚的诗 请迪克帮忙抄一段 再留下签名 瑞普利看着迪克的笔迹 开始分析他的性格 然而是也没有料到 这个看似无用的笔迹 会在某一天派上大用场 瑞普利每天和迪克待在一起 他们一起去银行取钱 一起读迪克父亲 从美国寄来的信 渐渐地 瑞普利沉迷在了这种生活中 也开始对迪克着迷 迪克注意到 瑞普利每天都穿着同一件衣服 便提出给他买一件新衣服 或是穿自己的衣服 瑞普利故作清高地表示 他不愿多花迪克的钱 迪克对瑞普利更满意了 一天 瑞普利和迪克吃饭时 遇到了迪克的老朋友弗雷迪 弗雷迪热情地 邀请他们一起玩耍 俗话说 三人行必有一人多余 瑞普利就是那个多余的人 他一步一驱地跟在他们后面 迪克和弗雷迪 在狭小的音乐厅里激情开麦 瑞普利站在人群中 局促地东张西网 向第一次进城的香霸佬 此时弗雷迪邀请迪克去滑雪 而不会滑雪的瑞普利 自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迪克一边要求瑞普利先回去 一边兴奋地谈着他们一会儿的行程 瑞普利嘴巴张六臂 始终插不上话 他呆呆地听着迪克的安排 终于意识到 自己和迪克 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像是一个幻影 他勉强笑了一下 向迪克道别 瑞普利独身一人 坐上火车 返回他们居住的小镇 他实在是太渴望 成为和迪克一样的贵族了 陈家中五人 他穿上迪克的衣服鞋子 听着迪克喜欢的音乐 在音乐中对着镜子起舞 幻想他就是迪克 正当瑞普利沉迷在游戏中时 迪克推门而入 瑞普利吓得急忙关掉音乐 躲在镜子后面 他假装镇定地向迪克解释 自己只是自娱自乐 但镜子下来回一顿的脚 已经暴露了他的惶恐 他一边脱下衣服 一边打听弗雷迪是否也来了 原来迪克临时改变了行程 让弗雷迪送自己回来 此时弗雷迪就在楼下 瑞普利要求迪克 不要把这一切告诉弗雷迪 迪克没有理会 静止走出了房门 瑞普利换好衣服后 也跟了过去 弗雷迪正嘲讽着 瑞普利的穷酸 他一脸轻蔑地对瑞普利说 你吃迪克的 用迪克的 住在迪克家 穿迪克的衣服 还能拿迪克爸爸的工资 这工作真是太完美了 面对弗雷迪的贴脸嘲讽 瑞普利看向了迪克 毕竟迪克才是他的金主爸爸 可迪克并没有制止弗雷迪 瑞普利明显地感觉到 迪克正在抛弃自己 他的感情慢慢转向了弗雷迪 一天那么乘船游玩时 迪克的女友玛丽告诉瑞普利 迪克是一个写心厌旧的人 她有很多朋友 喜欢你的时候 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你 一旦有了新朋友 就立马把你抛到脑后 之前的美人朋友都是这样 说完 玛丽钻紧了船舱内 迪克也跟了进去 两人开启了快乐的时光 瑞普利偷窥着两人 又往向远方 她需要一个 可以留在迪克身边的理由 此时岸边也有一个女人 她像瑞普利一样 偷窥着迪克 试图寻找 留在迪克身边的方法 此人就是迪克的地下女友小桑 圣母节这一天 小镇的人起去水边 一起庆祝这个圣神的时刻 神像从水面缓缓升起 人群唱起了圣歌 此时小桑的身影 也慢慢浮出水面 女人的尖角使用中断了一时 几个男人迅速跳入水中 将小桑捞起 此时小桑早已没了呼吸 迪克双眼通红 眼含泪水的质问救护车 怎么还不来 看着昔日深爱的女友死在眼前 迪克只能将怒火 发泄在一旁的花架上 她一脚踢倒花架 满是怒气地离开 玛丽不明所以 而瑞普利在刚来意大利时 就知道了这两人的地下恋情 她自告奋勇地圈赴迪克 迪克已在床边 告诉瑞普利来龙去脉 原来小桑早有婚约 可她又与迪克暗生情愫 坐下了地下情侣 还怀了孩子 她希望迪克可以帮助她解决这个问题 迪克却害怕地逃避了这一切 小桑也看婚期将近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未婚夫 只能选择投胡 瑞普利得知一切 向迪克承诺 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她想要和迪克拥有同一个秘密 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或许这样 她就可以留在迪克身边 现实终对让瑞普利失望 迪克的父亲老贺来信 她发现儿子还是没有回家的迹象 看来瑞普利这个中间人 却说能力不行 她解雇了瑞普利 此时的迪克 也对瑞普利感到厌烦 她想结束这段同行关系 就连之前答应去威尼斯旅行 也打算实验 毕竟瑞普利没了老贺的钱 连吃饭都是问题 还贪什么旅行 瑞普利半张着嘴 定定地看着迪克 眼神慢慢从惊讶转为呆滞 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富贵乡 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挽回迪克的想法 迪克还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中 她邀请瑞普利去圣雷莫 作为他们分别的礼物 瑞普利还是那副 嘴唇为一张目光呆滞的样子 两久 她回过神勉强一笑 答应了迪克的邀请 在迪克面前 她没有说不得全力 去圣雷莫的车上 瑞普利见迪克睡着了 她小心翼地靠在迪克身上 闻着迪克的气味 现在她自己也说不清 到底是喜欢迪克 还是喜欢迪克的钱 他们在圣雷莫参加了一场 声大的绝世乐演唱会 迪克沉迷于音乐 瑞普利沉迷于迪克 她隐回地向迪克表达了爱意 我喜欢你 所以喜欢你喜欢的一切 迪克并没有听到 第二天 两人一起泛舟水上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过后 瑞普利就要回到哪个 太贫穷的小卧了 她计划着明年重返意大利 再和迪克住在一起 迪克连忙打断了瑞普利的幻想 她明年就要和女友玛丽结婚了 没有空陪瑞普利 更何况 在她看来 瑞普利就像一个吸血鬼 一个令人无比厌烦的人 瑞普利慌了 她紧锁眉头抱怨迪克 玩弄别人的感情 迪克满脸轻蔑地 嘲讽瑞普利的畜生 和自卑的心理 这重伤了瑞普利 内心最敏感的地方 她气愤地拿起船桨 一下下砸向迪克 直到没了力气 船桨凑手中滑落 她这才紧紧拥抱 早已死去的迪克 任小船在水面 肆意飘荡 直到天色见完 瑞普利才爬上岸 留迪克一人 继续在水面飘荡 当瑞普利回到酒店退房时 钱太竟然将她当成了迪克 这让刚刚还失魂落魄的 瑞普利瞬间看到希望 她可以假装迪克 瑞普利回到小镇 她以迪克的口吻 给玛丽写了信 声称自己要在罗马住一段时间 让瑞普利回来 收拾她的东西 瑞普利可是最惨常 模仿他人的 玛丽并没有起义 还以为是自己催婚的压力 让迪克害怕地逃离 同时相互留言 伪造迪克还活着的假象 钱没了 就用迪克的名义 去银行取点 此时迪克 帮他抄莎士比亚诗句时 留下的签名派上了大云场 他仿照迪克的签名 成功取到了钱 就这样 瑞普利开启了 有钱有钱的快乐时光 这天他偶遇了 出来意大利时 在车站搭讪的女人小梅 那时他谎称是迪克 现在正好用迪克的名字 和小梅约会 他大肆地疯狂购物 毫不快活 一天 他陪小梅看歌剧时 遇到了玛丽 和他的朋友彼得 他看到彼得第一眼 就深深地陷了进去 他想他对彼得一见钟情了 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 和彼得培养火花 玛丽就拉着他询问迪克的事 现在 他在这个会场有两个身份 如果小梅遇到玛丽 那他伪造的身份就瞒不住了 瑞普利和玛丽约了明天十点半见面 又一看到前女友为由 带着小梅离开剧院 接着 他又约小梅明天见面 和玛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第二天 迪克的线前两人女友见面 瑞普利独蛋出悄悄观察 没想到小梅和彼得早就认识 这样正好 借小梅的口 告诉他迪克还活着 同时也让小梅和玛丽以为 迪克喜欢对方 两个女孩当然不接受 男友的心里装着别人 自然也不会再联系迪克 瑞普利又成功通过一关 在这之后 他用迪克的名字租了大房子 全身上下怀而一心 他成为了迪克 过上了自己蒙美秋的生活 此时迪克的老朋友弗雷迪突然到房 他发现迪克 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自己了 他害怕迪克遭遇不测 才特地来看看 深深的目光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 弗雷迪发现 房间的一切布置 都不是迪克喜欢的样子 尽管瑞普利一再解释 这就是迪克的房间 弗雷迪还是不相信 这时房东老太太 突然指着瑞普利看迪克 弗雷迪瞬间明白 是瑞普利杀了迪克又伪装成他 瑞普利件事情败露 索性一不做而不休 就杀了弗雷迪 再将他装进车里 卫装成车祸现场的样子 第二天 警察就找到了假装迪克的瑞普利 他们经过事件发现 弗雷迪的死亡时间 要早于离开迪克家的时间 迪克成为了这一起案件的 头号嫌疑人 在事情水落石出前 他不能离开罗马 富家公子成为头号嫌疑犯 这个消息很乖在罗马传开 迪克的女友玛丽 显然不相信此事 他慌慌张张地找到瑞普利询问 瑞普利搪塞了过去 他在瑞普利和迪克的身份里 切换自如 滴水不漏地回答了警察的疑问 然而瑞普利深知 这样查下去 自己早晚有一天会露馅 他用迪克的口吻 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对自己的爱意 又谎称一失手 杀了弗雷迪 无法忍受内心的折磨 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做完这些 瑞普利换上自己的旧衣服 去威尼斯找 让他心动的男人彼得了 瑞普利刚到威尼斯 当地警察去找上门 让他协助调查迪克杀人案 原来他们找到了 迪克写给瑞普利的遗书 瑞普利朋友的身份 验证了遗书的真实性 自此 他彻底从弗雷迪 和迪克的案件中脱身 事情结束后 瑞普利和彼得住在立期 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他难得地谈论了内心 他说他的心中 有一个黑屋子 里面满是误会 他肯定有一天 可以把钥匙交给信赖之人 打开门 让阳光驱走所有的黑暗 彼得不理解瑞普利所说的 但他还是努力安慰着瑞普利 与此同时 迪克的女友玛丽 和父亲劳赫也来了威尼斯 他们不相信迪克真的死了 劳赫还请了私家侦探调查 当玛丽来到瑞普利家时 简直难以置信 当初那个穷小子 尽管全是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了 第二天 瑞普利作为迪克心中的好友 自然见到了劳赫 劳赫很好奇 儿子对瑞普利的感情 更好奇迪克 在去世前一天 还取了一大笔钱 瑞普利带来了几大压力 他刚倒架 就梦到自己杀死迪克的场景 突然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瑞普利 是彼得和玛丽 彼得见瑞普利脸色很差 提出他晚点来照顾瑞普利 瑞普利顺势交出了房间的钥匙 或许他也渴望着 有一天把自己内心的钥匙交给彼得 这天晚上 瑞普利正在洗澡 玛丽在瑞普利包里翻倒了 他和迪克的订婚戒指 婚戒是不可能送人的 更何况 迪克答应过他 或永远带着人没戒指 直觉告诉玛丽 瑞普利杀了迪克 还伪造了遗书 他要瑞普利出来解释这一切 瑞普利见玛丽已经猜到真相 他慌忙地在浴室里 翻着何时灭口的凶器 最终握力把提须刀走出去 瑞普利一边痛斥着迪克洗心研究 抛弃玛丽扔了婚戒 一边慢慢向玛丽逼紧 玛丽满眼时累 害怕地连连后退 此时提须刀 已经划破了瑞普利的手掌 就在瑞普利准备动手时 彼得回来了 玛丽趁机逃了出去 瑞普利装得几乎固有气氛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去问他呀 彼得以为 是玛丽对未婚夫的纵然离世 太过伤心 才迁怒了瑞普利 还细心地把瑞普利包扎手上的伤口 第二天 迪克的父亲老赫 就与瑞普利见面 同在的 还有玛丽和那个私家侦探 玛丽果然把一切都告诉老赫了 老赫面无表情地 要瑞普利和侦探私聊 难道一切都被发现了 瑞普利那类心慌乱极了 但还是强装镇定的 恨侦探走到阳台 侦探告诉瑞普利 迪克来意大利是为了夺官司 他在学校里因争锋吃醋 把一个男同学打到半死 这才来意大利避难 所以这次侦探的调查结果时 迪克杀死了还有弗雷迪 取钱是为了方便跑路 同时老赫从迪克的书信中 感受到迪克 对瑞普利悲养的情愫 对于老赫这样的贵族来说 儿子喜欢男人 比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事更为严重 他会给瑞普利一笔风口费 要瑞普利愿意为此保密 至于玛丽的话 一个爱而不得之人的揣测罢了 不用理会 这侦探简直就像为瑞普利办事一样 瑞普利彻底松了一口气 在老赫一行人离开后 瑞普利迎来了他人生中 最为快乐的时刻 他在甲板上和彼得一起放声高歌 两人相视而笑 眼力都充满了光 这一刻 他不再是灰扑扑的穷小子瑞普利 夕阳下 他们的歌声飘了很远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瑞普利一击 这天他忽然听见有人喊他迪克 是小梅 那个他假借迪克身份 与之交往的女人 瑞普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在小梅面前是迪克 在彼得面前是瑞普利 况且这两人还认识 如果他们见面聊起来 事情还是会败露 瑞普利对小梅起来杀心 可小梅是和家人一起来的 他无法下手 只能敷衍地亲了亲小梅 把他打发走 然后去找了彼得 既然无法杀了小梅 那为了保住秘密 只能杀了彼得 可那时他生命中唯一的光 但瑞普利现在必须杀了他 此时的彼得 正惬意地趴在床上砍书 瑞普利眼含泪光 声音沙哑地告诉彼得 自己被困在一间黑房子里 再也走不出来了 彼得目光关切地 询问瑞普利怎么回事 瑞普利转过头 他不敢指示彼得的目光 他是一个门口谎言 可有可恶的人 但在彼得心里不是这样 他看到了瑞普利身上的每一个优点 瑞普利慢慢走向彼得 他将领紧紧贴在彼得的后背上 眼睛酸涩地睁不开 嘴角戴笑地听着彼得的夸赞 彼得微眯着眼 回忆着瑞普利的每一个笑容 瑞普利却勒紧了手中的绳索 最终他还是将彼得杀了 瑞普利独自坐在空房里 耳边回响着彼得最后的声音 房门渐渐关了 漆黑一片 他再也走不出心中的黑屋子 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 帕特里夏 海史弥斯的小说 讲述了穷人瑞普利 在见识过有钱人生意的生活后 不愿回归贫穷 一步步划向身边的故事 一个谎言需要一百个谎言去圆 如果瑞普利否认他认识迪克 如果他没有沉迷于上次人的生活 或许所有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瑞普利从一个说谎到有语的人 变成了一个毫不手软 杀死心爱之人的凶手 只能说金钱 对人的侵蚀真的太可怕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简难 虽说痊愈迷人言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联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